婚礼时间 花园中的女人 Dame dans le jardin 她的创作者是印象派画家 Claude Monet Claude Monet 在绘画生涯的开始 莫奈就对花园的题材兴趣浓厚 在和第一任夫人卡梅伊结婚后 莫奈开始在花园中种植各种各样的鲜花 这期间就创作了这幅举世文明的花园中的女人 创作时间是1867年 现在这幅画被保存在圣别德堡的 阿尔米塔市国立博物馆当中 惠宁是有幸在巴黎的 洛伊威登基金会举行的展览上 欣赏到了原作 我们看到在画中 一把遮阳的白伞 担住了这位女人侧面的光线 构画出她婀娜的身姿 花园内的阳光我可以感觉到是非常的耀眼的 她的美丽的白色裙子和白伞 也成为这个阳光很好的一种反应 所以呢在这幅画当中 莫奈是继续对光和颜色进行了探索 她曾经说过 她说我希望自己生下来就是盲人 然后突然将视觉归还给我 这样我就可以真实地观察到 自然界的原来面貌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在1973年 前苏联发行了一套七枚的博物馆广场 藏外国名画绘画邮票 这是其中的第五枚 婚宁时间 法国巴黎